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前的索罗门特地从国外请来了一位记忆高超 也具有犹太协同的铜像忽兰 有他负责制作善殿内一切的铜器 待会我们也会一一认识这些精巧器皿 而从经文当中 我们也会发现 索罗门王原来一直都好好保存着 父亲要献给上帝的善利品 这表明他延续了父亲的精神 以及他对上帝的金钱 让我们一起来读《猎王纪上》第七章 《猎王纪上》第七章 索罗门为自己建造工事 十三年方才造成 又建造黎巴嫩林宫 长一百轴 宽五十轴 高三十轴 有香薄木柱三行 柱上有香薄木堕梁 起上以香薄木为盖 每行柱子十五根 共有四十五根 有窗户三层 窗与窗相对 所有的门框都是后幕建方的 有窗户三层 窗与窗相对 并建造有柱子的篮子 长五十轴 宽三十轴 在这篮前又有篮子 篮外有柱子和台阶 又建造一篮 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 这篮从地到顶 都用香薄木遮蔽 篮后院内 有所罗门住的宫室 工作与这工作相同 所罗门又为所取法老的女儿 建造一宫 做法与这篮子一样 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 都是宝贵的 是按着尺寸凿成的 是用聚里外聚齐的 从根基直到岩石 从外头直到大院 都是如此 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 有长十轴的 有长八轴的 上面有香薄木 和按着尺寸 凿成宝贵的石头 大院周围 有凿成的石头三层 香薄木一层 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 和殿狼的样式 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泰尔去 将护兰照了来 他是拿弗塔利支派中 一个寡妇的儿子 他父亲是泰尔人 做铜匠的 护兰满有智慧 聪明 技能 善于各样铜座 他来到索罗门王那里 坐王一切所要做的 他制造两根铜柱 每根高十八轴 为十二轴 又用铜柱了两个柱顶 安在柱上 各高五轴 柱顶上 有装修的网子 和凝成的链锁 每顶七个 网子周围 有两行石流 遮盖柱顶 两个柱顶都是如此 狼子的柱顶近四轴 磕着百荷花 两柱顶的古杜上 挨着网子 各有两行石流环绕 两行共有两百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 右边立一根 起名叫雅金 左边立一根 起名叫铺阿斯 在柱顶上磕着百荷花 这样 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 他又住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 高五肘 近十肘 围三十肘 在海边之下 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肘十瓜 共有两行 是驻海的时候驻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陀海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都向内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荷花 可容二千八特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 每座长四肘 宽四肘 高三肘 座的造法是这样 四面都有心子 心子在鞭子当中 心子上有狮子和牛 并基路薄 边上有小座 狮子和牛以下 有垂下的阴落 每盆座 有四个铜轮和铜轴 小座的四角上 在盆以下 有铸成的盆架 其旁都有阴落 小座高一肘 口是圆的 仿佛座的样式 静一肘半 在口上有雕工 心子是方的 不是圆的 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 轮轴与座相连 每轮高一肘半 轮的样式如同车轮 轴 网 扶 骨 都是柱的 每座四角上 都有盆架 是与座一同铸成的 座上有圆架 高半肘 座上有称子和心子 是与座一同铸的 在称子和心子上 刻着纪录箔 狮子 和棕树 周围有阴落 十个盆座都是这样 铸法 尺寸 样式相同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 每盆可融四十八特 盆进四轴 在那十座上 每座安设一盆 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 五个放在殿门的左边 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旁 就是南边 忽兰又造了盆 铲子和盆子 这样 他为所罗门王 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所造的就是 两根柱子 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 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石流 安在两个网子上 每网两行 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十个座和旗上的十个盆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盆 铲子 盘子 这一切 都是护兰给所罗门王 用光亮的铜 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 是尊王命在约旦平原 书哥和撒拉旦中间 借娇尼铸成的 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称 因为甚多 同的轻重也无法可查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 和橙色饼的金桌子 内殿前的金金灯台 右边五个 左边五个 并齐上的金花 灯盏 辣茧 与金金的碑 盘 镊子 条羹 火顶 以及至圣所 内殿的门书 和外殿的门书 所罗门王做完了 耶和华殿的一切功 就把他赋大卫 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带来放在 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经文中提到了许多器皿 大部分的用途都能理解 不过铜海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铜海 指的是巨大的圆形水池 是专门让祭司沐浴 洁净用的 关于圣殿中的器皿 其实背后 都有许多有趣的含义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上网查查看哦 而护兰虽然只是一个铜匠 并不是神职人员 或伟大的君王 但圣经依然用许多篇幅 来记载他对圣典的贡献 亲爱的朋友 千万不要小看 自己所拥有的技术与才能 因为那都是可以荣耀神的 让我们一起加油 专注在每一项工作中 并且为神而做 祝福人 相信神会将这一切 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哦 我们且打告 亲爱的觉耶稣 求你帮助我 能运用我的专业与才能 来荣耀你 打告奉耶稣 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在神的手中不断被磨塑 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器皿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